大家好,欢迎进入局座赵忠卫生公众号收听局座视频节目,我是张赵忠 昨天呢,是这样,昨天我发了一条微博啊 这个因为,昨天呢,是12月7号啊 所以我发了这条微博,下面我先把这条微博给大家读一下 75年前的今天,日本联合舰队从泽州岛起兵,扑向夏威夷 轻而易举,帮美国太平洋舰队干掉一大半 接下来横扫太平洋,打开沙街,一年能控制了国际日期变工线一席所有国家和岛屿 那是日本帝国最得意忘形的时刻 安倍此次前往珍珠港,是缅怀死难者还是旧梦重温 反正肯定不是道歉和认罪,这是昨天 因为正好是75周年嘛,是一个纪念日啊 日本1941年12月7号投计人数港,这个挑起了太平洋战争啊 我就在我的九州照中微博里头,新浪微博里头发了这样的一段话啊 希望提醒大家注意 结果呢,这个今天呢,又看到了一些新的动向啊 这个日美之间啊,如何战争军人同盟啊 关于安倍访问珍珠港啊,有些新的动向 所以今天这期节目呢,我就就这个问题给大家说一说啊 上期节目其实聊了啊 聊了以后呢,主要就是说 这个日本呢,然后这个安倍呢,就是看一下菜碟啊 啊 这个 他11月份嘛,11月份以后这个到秘鲁参加一派个峰会啊 参加一派个峰会,然后跟这个 路过纽约的时候跟这个特朗普后任总统特朗普进行了会谈 嗯,世界上没有这种先例啊 就是一个外国的现任国家领导人 然后和美国的后任总统进行会谈 因为在移交权力之前 嗯,他不是美国总统,他是后任总统啊 啊,所以美国总统还是奥巴马,这个越过白宫啊 越过这个国务院,白宫 就是美国的国务院,没有经过美国的这个外事安排 直接就找到特朗普的国度团队,而且进行了会谈 这是,这是很实力的行动啊 进美国而不入白宫,不拜访奥巴马 也不跟现在的这个执政团队进行切磋 直接就奔到特朗普大厦,然后跟特朗普一顿寒暄 这个特朗普呢,这个一辈子没存过证 做商人,这还没接触过这种国家领导人 也不知道怎么接待,怎么排座位啊 这个怎么赢啊,怎么送啊,啥也不知道 什么礼仪没有,所以说这个事呢,搞得双方都比较狼狈啊 这个,接下来之后呢,安倍就去了这个 这个APAC峰会了,到了APAC峰会上呢 本来想日本两国领导人 在APAC峰会上好好谈一谈啊,结果由于奥巴马很生气啊 你这个到我家里来,折腾这么一事儿 看不上我,看我快马上退休 结果就感觉你这看人下菜碟啊 这个,我这还没下台呢,车前没落 车前冷落,门前冷落,车马西啊 你就开始跟我搞这个啊,人走差辆 所以说就对安倍呢,这个一肚子不高兴 不高兴以后呢,这个安倍就回国以后就商量 商量以后最后琢磨出一个什么事儿来呢 琢磨出一个这个安倍啊,要借着这个 1941年日本投资军争港75周年这个节点啊 安倍晋三十二月二十六日和二十七日 访问美国夏威夷和奥巴马一块啊 这个,这个要给这个啊,亚历桑那军舰纪念馆献花 这,琢磨出这么一个事儿来 这个,这个挺有意思啊,这个挺有意思 就是这个历史上是没有过的 就是这个事儿呢,我是今天给大家分析分析这个事儿啊 这个事儿,我先说这个亚历桑那军舰纪念馆 亚历桑那是当时美国海军最大的一艘战略舰了 这个战略舰在投资军港过程当中 被日本飞机给炸沉了啊,这个包括鱼雷也炸过这个舰 炸沉了之后呢,就,美国就在这艘舰的上面 横跨着搜建,修了一个军舰纪念馆 就是,呃,珍珠港的一个一个纪念馆 呃,那么在亚历桑那号的这个旗杆上面 接了一个很长的旗杆,现在还是每天这个,呃,要升旗 悬挂美国的国旗,这是一个非常有创意的行动 就是说,呃,这个亚历桑那军舰纪念馆呢 是建在这个军舰的上头,这个军舰没有打捞 啊,最后,在修建的时候呢,美国国家领导人说 这个,就不,不,不,不要打扰这些死去的呃,官兵 让他们在下面安息 所以,军舰没有打捞,这个,死在里头的人也没有去打扰他们啊 现在还是这样,所以这个是非常有特色的一个纪念馆 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按照现在的安排啊 就是12月26号和27号呢,呃,奥巴马陪同安倍有可能到这个纪念馆来献花啊 这个,呃,之前呢,安倍夫人安倍昭惠啊,今年的8月到方国珍入港 再次,之前呢,日本参议院的议长,呃,河野杨平2008年到方国珍入港 呃,这个级别算是最高的了,其他的日本的高级官员都没有去过这个地方啊 2009年的时候,日本名人天皇夫妇 到这个美国太平洋国家纪念公墓啊,进行过花圈 呃,所以这个安倍突然,呃,宣布了这样一个行动以后呢 就是各方都在,都在,都在揣摩啊,要干什么 呃,现在大家一直的认为的话呢,就是,呃,安倍又表示一下,这个对呃,自己不懂礼貌啊,这个冒犯奥巴马 擅自跟特朗普会面,所引起的白宫,呃,以及美国政界的不快啊,呃,进行一个补救 这个补救的时间呢,挺有意思,这个1月20号 明年的1月20号,奥巴马就 就要移交权利 这个安倍去访问的时间呢,是,呃,12月的26、27号啊,呃,那就说,这正好是在奥巴马即将离任 在特朗普还没有,呃,上任之前,这么一个短暂的,还不到一个月,也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呃,进行这样一次闪电视的防御 这个东西怎么解读,这个东西怎么解读,啊,除去安倍表示,呃,引起的不快啊,而进行补救之外 还有一个呢,就是,呃,这个,呃,奥巴马在今年的5月份,啊,这个,他借着这个七国峰会期间呢,呃,访问了广岛 我们知道广岛和长崎是1945年,呃,美国扔两个元旦的地点之一,啊,呃,那么,以后呢,就是,有个说法 啊,就是,安倍访问了广岛了,这个,啊,对,奥巴马访问了广岛了,安倍要不要访问珍珠港,啊,就是这么一个事情 呃,这个事呢,就是日本方面提出过来,提出过来以后呢,但是美国就说,这个事情没有什么太大必要,啊,我访问你一次 你再访问一个这个,就是这个,没什么太大意思,就给推了,啊,推了 呃,双方呢,在这个问题上呢,也没有太多的交集,也没有太多的交集,那么现在呢,借着这个,呃,75周年这个事情,那么要,呃,进行这次访问 呃,从军事上来讲呢,美国一直认为打仗嘛,战争啊,对不对,就没什么要道歉的,呃,但是呢,战争当中死了人了,呃,对死了的这些 官兵呢,那么还是可以,呃,表示一下,啊,表示一下,这个,呃,这方面的一个,呃,呃,呃,悼念呀,啊,或者是一种什么东西,这个还是可以的 所以说,呃,呃,这是,呃,呃,双方认知上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呃,这是一个什么事件呢,有些年轻人不是太知道,啊,不是太知道,就是说,呃,75年前的,1941年12月7日,啊,日本人出现, 日本,这个,这个,这个,使用,六艘航空母舰,制程加合桑龙分龙,啊,祥和日赫,然后对珍珠港进行,呃,狂轰乱战,呃,200多架战机从航空母舰上起飞,啊,这,袭击持续了30多分钟的时间,啊,呃, 呃,造成了,珍珠港2000多名美军官兵的死亡,啊,这个,亚历萨大等一些军舰被摧毁,呃,半个小时导致太平洋舰队一半的兵力摧毁,啊,当时罗斯福发表耻辱眼说,请出国会对于宣战,所以太平洋战争由此爆发,啊,那么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呢,呃,由于日本调集了太平洋战争是由准备而打的, 所以说很快日本就控制了大半个太平洋,那1942年的时候,国际日期变更线一夕,基本上都被日本所控制,啊,包括中国大部分,啊,这个,朝鱼半岛都整个的东南亚国家,出去缅甸,缅甸当时是英国控制,缅甸印度,啊,和这个,巴基斯坦蒙加拉这一块,其他都被日本控制,嗯,国际日期变更线一东的部分地区,呃, 日本也控制了一些地方,像,这个,基斯卡岛啊,阿图岛啊,呃,这个,这个,这个,澳大利亚,这个也打过,啊,这个,空袭的阿尔文呢,日本有一段时间还想占领美国的西部,但是,由于日本兵力太少,最后陆军反对,啊, 啊,扩大战线,所以最后没有打成,这样的话呢,就是1942年,整个是日本最得势的一段时间,但是,美国,这个, 1942年,象征性的打了一些战役,比方说,珊瑚海海战,中头岛海战,呃,这个,瓜大尔,卡那尔的一些反击战,那,1943年以后,美国就开始逐渐的,从两个方向,一个是中太平洋,这个,尼米兹,啊,呃,率领海军的舰队进行正面反击, 在一个西南太平洋,迈卡尔瑟,啊,从澳大利亚,开始越岛作战,啊,这个,逐渐的收缩,呃,日本的占领范围,啊,把日本赶回老家去,就像赶洋似的一天在压缩包围,啊,就是,逐到进攻,就把日本逐渐逐渐往下赶,最后经过来,台湾战役,硫磺岛战役,冲绳战役,一系列大规模的战役,啊, 啊,关倒马里亚拉群岛战役,那么最后把日本,这个,逐渐的向悔改,呃,直到扔了两颗圆弹之后,啊,那么日本投降,呃,最后美国,迈卡尔瑟对日本进行军管,啊,就是,呃,到现在还占领着冲绳,就,就这么一段历史,这么一段历史,那么这么一段历史,呢,我给大家说这个呢,就是说,日本挑起太平洋战争, 被美国打回原形,他从这个,呃,整个的太平洋战争当中,领教了美国的厉害,啊,这个,所以说呢,这个,日本对美国服服帖帖,啊,崇拜强者,呃,但是呢,日本,这个, 这个,占领中国,啊,占领朝鲜半岛,啊,这个,对东南亚进行殖民扩张,啊,这个,犯了大量的罪行, 八蛋死亡凶军,啊,啊,这个,死亡铁路,啊,有的,大量的东西,南京大屠杀,呀, 是不是啊,这个,这个,产物人道的多了,那你到,你,你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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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珍珠港去,你总不到,这些个,啊, 东南亚,中国,什么,朝鲜半岛,这些个,你,你发现,淘汰最新的这些地方来,呀, 对不对,就算由据富汗到南京大屠杀,今年馆去了,你这个安倍总不到这来,呀, 时间,你说75周年,是个,是个日子,啊,你是个大日子,大日子, 但是918事变,今年是85周年,呀,明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 你这日子不大吗,啊,也是中日和平和调业,缔结40周年,呀,南京大屠杀80周年, 你这个东西,如果说安倍真想放下历史包袱往前看,忏悔历史, 那你,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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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到沈阳,啊,和其他,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美国犯下滔天罪手的亚洲,亚洲城市去访问,对不对, 到哈尔滨,731部队,啊,这个,这些个东西,你去忏悔, 所以说,呢,就是他,日本,他这个东西,呢,然后,这个,看人下菜地儿, 你真是把他打了难受的,让他这个,这个,哭点喊羊的, 他认为你是强者,他就尊重,像美国这种, 再就是,呢,现在对美国也是有利用, 那其他的一些国家,呢,虽然他犯有淘汰罪行, 到现在不认账,也不认罪,也不道歉,那就这样一个问题, 故意减轻历史罪责,逃避历史责任,就这样一个问题, 当然了,有些个国家,像韩国最近,这个,就把这个历史开始忘了, 就跟美国签署,跟日本签署这个军事情报交换协定,啊,这些个, 总的来讲,呢,就是安倍这一次访问,这个,美国的话,呢, 这个,呃,他是别有企图,啊,就对他这个, 这个国军备战,呀,解禁几滴自卫权,呀,这方面, 其实是,整个是一个,呃,一系列阴谋的一个组成部分,啊, 这个,说不定他到珍珠港去,自己心里边安安得意,啊, 他自己想,哎呦,当初,75年前, 打日本帝国,海军是多么牛,啊,能打得这么远,啊, 等于他这一个月坐飞机,去两次美国,啊,一次到纽约, 意思到,呃,夏威夷,啊,你说当初我坐飞机都走这么半天, 当时日本海军好讲,好厉害,呀,啊, 哎,说不定他就是扩军备战,他有这种想法的, 对不对,重温历史旧梦,啊, 所以这是一层意思,吧,啊,这个, 他也不是真诚的道歉,嘛,啊,这个, 更谈不上什么认罪了,啊,更谈不上认罪了, 啊,所以这是一层意思,还有呢,就是现在这个, 呃,特朗普,啊,特朗普这个人呢,呃, 呃,他在竞选期间,那么说过很多过头的话, 呃,他说过的这些过头的话呢, 让日本很,呃,很害怕,嗯, 嗯,日本呢,他就一头就扎在这个希拉里, 这个,呃,呃,团队的这个怀抱里头, 那么他就认为希拉里肯定当选, 所以说就把特朗普给忽略掉了, 结果特朗普呢,一看日本是这种货色,啊, 这个最后就特别有气,啊, 就说要从日本撤军,啊, 这个美日同盟,这个不公平, 用不着关日本的事儿,美国要搞孤立主义, 就是这样的话呢,就等于美日, 嗯,军事同盟面临解体, 呃,而且要求日本增加更多的防卫预算, 呃,对驻日美军要增加更多的,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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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投资,啊, 这个,呃,增加很多的预算, 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日美军, 军事同盟面临一个新的考验, 日本等于现在新的媒体, 呃,新的媒体呢,通过这一次呢, 就说,呃, 奥巴马快下台, 另外奥巴马下台之前呢, 有些事儿呢,看看能不能先生理做成熟饭, 将来迫使这个特朗普, 就是,呃,这个特朗普一天起来乱七八糟, 乱七八糟,也搞不清这个人什么脑子,啊, 就是头一天说啥,第二天他就忘了,啊, 这个,呃, 没什么太大的逻辑性,啊, 这个,现在世界上谁都抓不着他的这个头脑, 一般的这个领导人现在说话的要非常慎重, 表态也非常慎重, 尤其涉及到国家之间的关系, 这重大政治问题, 照说一个后任总统签的一些关系, 因为美国它不是个小国啊, 什么大国家政策有连贯性, 它应该在外交上要咨询这国院啊, 这个,你可以不听, 但是你可以咨询吗, 你问问国院, 我给你这个这个哪个国家外交上, 就是注意些什么东西啊, 你这个政策延续性吗, 已经签了哪些个协议呢, 你需要遵守, 不问, 自己想一来就说, 他不是说啊, 他写推特, 写微博啊, 好假啊, 这个, 心里边怎么想的, 就直接微博里边就发出来了, 历史上从来没有这种总统, 奥巴马原来是网红, 奥巴马也没有这么随行过, 这么任性过, 推特之国啊, 这像到底推特像在咱们中国的微博, 对不对啊, 微博理政, 推特之国啊, 一个七十岁老愤青, 对不对, 这个特朗普你整天就喷啊, 网上整个一喷子, 这谁知道他要干什么呀, 都不知道, 下来把这个安倍给紧张的, 哎呀, 每日安保条约会不会解体啊, 每日军事同步会不会解体啊, 加了美国也不管日本, 日本可怎么办呀, 你看现在TPP, 美国已经不干了, 这怎么弄啊, 你光靠日本, 日本推不动TPP, 这肯定死, 死了, 这根本没什么救了, 那下一步要是RCEP, 要让中国主导, 日本还有活嘛, 这怎么弄, 让日本出钱, 那就是让日本出钱, 现在日本已经出了16亿美元, 那驻日美军一年, 那日本这个, 驻日美军一些倒关到哪儿去, 那修营房, 拉包的钱还让美国出, 还让日本出, 那日本这个还给美国补给, 美国打反战争, 这合起来好像几十亿美元, 还让日本出钱, 这得出多少啊, 就是日本写的心里面没说, 没说以后呢, 现在就趁着特朗普上来之前, 好多东西先生米做成熟饭, 现在就这么个打算, 就这么个打算, 双方呢作为交换, 反正这个, 就等于6号嘛, 同一天, 日本宣布, 安倍首相将放为夏威夷, 美国呢同时也宣布, 说欢迎安倍的来访, 6号呢, 这个美国国务部长卡特, 到访日本, 这卡特到日本之后呢, 然后这个几个活动, 一个是呢, 登上这个日本海上自卫队, 最大的航母出航号, 两万五千吹, 上面就开始吹啊, 就美日同盟从来没今天这么强大啊, 这是双向的, 不是单向的, 两国都是受益的, 这是跟特朗普的相反啊, 就是先给特朗普定个调子啊, 让特朗普上来以后, 就按这个调门啊, 往前也唱啊, 就等于这是一个, 再一个呢, 卡特跟安倍进行会谈, 安倍接见卡特, 接见卡特脸谈了四十多分钟, 主要是老话嘛, 冷战思维继续传承, 朝鲜半岛问题啊, 核问题啊, 导弹问题啊, 中国海洋活动一些问题, 南海问题, 双方塌了一些这碗, 这些方面, 日本还是要继续干啊, 这个继续给中国添堵啊, 还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说这个, 日本呢, 表示这个从2017年开始, 从明年开始吧, 日本要加强这个国防预算, 这也是美国一直希望要求的, 美国希望日本的话呢, 逐渐的接近集体自卫权, 逐渐的增强军费, 然后为日美安保条约做出更大的贡献, 在遏制中国问题上, 日本多出力啊, 日本呢, 12月22号在内阁会议上决定, 2017年预算呢, 他这个防卫税大幅的增加, 创立是最高纪录啊, 这个5.1万亿日元, 大约合人民币3000亿人民币吧, 这么一个, 他那个日元不怎么太值钱, 这是很高了, 这个里头也愿意说, 其中诸日美军, 这个他还是要承担这个义务, 现在是每年支付16亿美元, 到天鹏美这个防卫相说, 多了实在是拿不出来了, 不能给了, 但是我个儿感觉, 日本要继续增加, 诸日美军的这些个承担的这个费用, 可能要超过20亿美元以上, 这个应该是没什么问题,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这个12月7号就在日本投资珍珠港75周年这一天, 那么卡特, 美国国务部长卡特宣布, 宣布, 其实这事怎么有, 由国务部长来宣布呢, 这挺有意思, 宣布呢, 这个冲绳北部的训练场, 归还日白, 这个温常雄志啊, 这个冲绳县, 这个就是带领冲绳人民, 经常就是六万七万上街游行, 要求美国滚出去, 把冲绳交还冲绳人民, 结果呢, 这次美国突然出了这么一招, 这个没有想到, 一架号归还了这么多, 四十平方公里, 这个要求这个训练场呢, 美军部队呢, 在22日前, 这个好快呀, 这个现在是8号, 今天是8号了, 22号前, 我看看他是什么, 26、27号, 安倍就访问这个夏威夷, 在访问夏威夷之前, 要把这事干立足, 22号前又归还, 四十平方公里, 这个是个非常厉害的事, 这个将非常大的推高, 这个安倍的国内的支持力, 安倍国内支持力现在还是不错的, 5、60%, 是非常厉害了, 这是1972年, 美国移轿冲绳协定之后, 这个归还的最大的一块土地, 那四十平方公里, 对日本整个才三十七万平方公里, 小地方大湾之地, 这一家归还四十平方公里很厉害, 1972年之前, 那还有一次大规模归还的行动, 大家都知道硫磺岛之战, 号称太平洋角肉机了, 那场战争持续了两周的时间, 美国死了六千八百个人, 日本死了两万多人, 美国海金路战队有一个六个人插旗的那个动作, 就是从硫磺岛, 这个直播山上边, 当时拍了一张照片以后各种塑像, 那个硅环硫磺岛那个事是安倍他哥哥, 左藤荣座, 他亲哥哥, 因为过季给他那个,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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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爸爸的兄弟家了, 那人家家里边没有孩子, 没有男孩, 就把他亲哥哥过渡给人家了, 过季给人家了, 这个有点像中国啊, 过季给人家了, 所以他姓左藤, 左藤荣座, 当时左藤荣座当首相啊, 这个就要求美国归还, 美国就归还了22匹方公里, 你看看他弟弟安倍当首相, 美国有归还40匹方公里, 这重大政绩啊, 你开玩笑吃心肚子去吐出来, 尤其像刘晃岛完全主权, 1968年归还了, 刘晃岛这个1968年以后是日本的完全主权, 但是现在琉球军岛还有个问题, 琉球军岛是管辖权啊, 这个还不是完全主权, 这个但是日本不管, 日本就印到地图上啊, 就这么一个情况, 美国现在在日本驻军是52000人, 哈姆朗那都加上连维治人员的家属孩子, 什么什么服务人员都加上十多万, 所以美国呢, 就希望通过一系列的示好, 规划一部分土地, 那么加强日本同盟关系, 那么现任的政府跟安倍打得火热, 生米做成熟饭, 那么把轨道铺好了, 将来特朗普那小火车上来之后, 就按照奥巴马铺的轨道往前走, 这个美梦是不是能源, 这个特朗普这性格上来之后说, 好啊, 你们在我上台之前几天, 你们着急干这事, 着急忙慌的干这事, 不到一个多月的时间, 你们折腾了多少事, 都给我重新, 重新这个都给我拆散了, 把铺那小轨道都给我拆了, 我重新构思, 亚太战略格局, 美日就是同盟, 重新琢磨, 这也来讲, 你说这个特朗普谁知道这人怎么样, 所以现在从来没当过官, 没理个证, 做了一辈子生意, 突然当总统了, 所以谁都摸不住他的脉络, 那么走一步看一步吧, 以后有什么重大的问题, 我再跟大家分析, 好吧, 今天节目就这些,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